历代至上第一章 亚当、赛特、以诺氏、盖南、马勒列、亚列、 以诺、马吐萨拉、拉麦、挪亚、 挪亚生闪、韩和亚福 亚福的儿子是哥面、马格、马代、 亚丸、土巴、米舍、提拉 哥面的儿子是亚时基拿、迪法、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师、 基提人和多丹人也是他的子孙 韩的儿子是古时、埃及、福和江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 萨弗他、拉玛和萨弗提迦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和底旦 古时又生宁禄 宁禄是世上第一位英雄 埃及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福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和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而出的有非利式人 加南生了长子西顿、又生鹤 他的子孙还有 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和哈马人 闪的儿子是乙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护勒、机铁、米舍 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世人就分散各地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沙烈、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菲、哈菲拉 约巴、这些人都是约滩的儿子 闪、亚法萨、沙拉、西伯、法勒、拉武、西路、拿赫、他拉、亚伯兰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萨和以什玛利 以下是他们的后代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他其余的儿子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什玛、杜玛、马萨、哈达、提玛、伊图、拿菲斯、基迪玛 这些人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 就是新兰、约山、米旦、米殿、伊什巴、舒亚 约山的儿子是士巴和底旦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以福、哈诺、雅比大、以勒大 这些人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生以萨 以萨的儿子是以嫂和以色列 以嫂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施、亚兰和可拉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亭纳和亚玛利 刘尔的儿子是以萨尔、亚伯拉、沙玛和米萨 西尔的儿子是罗滩、硕巴、祭辩、亚拿、底顺、以查和底山 罗滩的儿子是何利、何曼 罗滩的妹妹是亭纳 硕巴的儿子是亚勒、马拿霞、以巴禄、是非和阿南 即便的儿子是亚亚和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士班、亦兰和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碧汉、萨藩、耶雅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和亚兰 以色列人没有君王统治的时候 在移动地做王的有以下这些人 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 约巴死了 来自提曼地的护山接续他做王 护山死了 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的田野击败了米甸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雅卫德 哈达死了 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 桑拉死了 来自幼发拉底河旁边的利和伯的扫罗 接续他做王 扫罗死了 雅各伯的儿子巴勒哈南 接续他做王 巴勒哈南死了 哈达接续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伊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和的孙女 马特列的女儿 哈达死了 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 亚勒瓦族长 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米比萨族长 马基迭族长 以兰族长 这些人都是以东的族长 比萨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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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萨族长